Nithiya Nanda,大家好,我是Manyte Kaila Sananda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amashiva上师 在这段时间大师的教学呢 在跟我们讲述了 我们的内心呢就是3D的打印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3D打印机是什么呢 你就可以非常简单的理解大师的教学 3D打印机呢就是把这个设计的图纸呢 编到打印机之后呢 打印机把它打印出一个现实的终极产品 就是3D的结构这样 就是一个完整的现实 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的意识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内心世界所想呢 就可以立即的成为外在的完全的现实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内心空间 看到是什么样的世界 外在呢就会成为这样的世界 所以呢外在并不是真实的现实 内心才是真实的现实 我们的内心呢是所有一切的源头 这样 大师说呢所谓的选择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自由 在选择基础上的自由呢 都是被这个玛雅的这个社会呢 所洗脑呢 因为我们实现不了百分之百 自己想要的人生 所以我们就告诉自己 有选择就是自由这样 但事实上的自由是你想要 你可以实现自己任何想要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内心3D打印机的这个原理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大师的这个教学 去指导自己的人生 告诉自己主要我想要的就可以实现 我是Paramanga 我是一切的源头 我的内心呢就是3D打印机 大师在开始中讲 如果你决定的事情 或者你发的愿望没有立即实现呢 是因为你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还是存在的 而不是说你不能实现 所以我们主要的 工作的这个对象呢 是怎么去消除自己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 让自己全身心的和自己的决定一致 而不是去否定我们无法100%创造自己想要人生的这个现实 这是两件事情 这是完全质的区别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的现实无法实现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想要 也就是说你心中的反对的声音还在 我们要做到是让自己呢 心中完全的一致 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当然这是最完美的现实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即使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怀疑 或者否定 坚定的发愿也可以显化你想要的现实 就是强烈的跟人生对话 即使是我不能完全的看到这一刻 100%的支持自己的决定 还是有一些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在 但是你就是不放弃的发愿呢 你还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 意识的一个超能力 也是一个人生最好的消息 其实听到这些讯息之后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释怀呢 也就是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只要我们想了就可以实现 关键是你有多想这样 所以呢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去 琢磨我们要去怎么实现 或者怎么样 而是要去琢磨我的内心有多想这样 这才是最主要的点 希望大家都能够消化大师的教学 用大师的教学指导自己的人生 让自己的人生真正显化所有 我们想要的现实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可以的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希望大家都积极的来 收听大师的开示 来上大师 计划和安排的这个 16天的Paris 使用我们的课程 来了解印度教和大师的教学 毕业之后呢 加入到我们电子凯拉萨的建设 成为我们的电子大师 这就是你的政务圆满之路 这也是所有人类的政务圆满之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听着难道 一旦